第十九波斯潮剩下百分之八 因为数量较多 有很多僵尸散落在基地四周 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把他们全部清理干净 剩一个漏网之余 我们的首位大约都会失败 你这不是废话吗 哪一次市场没有清理干净 有战神战 还不得杀的基地放原百里寸草不生 商场的小霸王小丑也来当炮灰 干掉这几个小把鞍 完成第十九次防守 我去把僵尸的宰杀潮完善一下 上面的平台还要向南再搭三格左右 我也上来帮忙 要向南搭建 这里当作围栏的方块就要挖掉 看我的无敌小旋风钻头 点杀同框 速度快得像碎石机 剩下的工作交给你了 我来给这个牢笼安插上火把 照亮四级视野 简单的搭建公司基本完成 接下来我也要出门去寻找新的成分了 随便传送一个地方吧 我居然到了监狱 我这里的副本刚好可以激活 你们要不要过来 那就赶紧的吧 我们这个地图来来回回都是这几个地方 这里的景色我已经看腻了 干完这里的副本 我们就去远的地方搜索 僵尸围城还有好多特色建筑呢 我要挨个去打卡 监狱副本最辣了 僵尸半天不出来不说 出来的僵尸一个个弱的像菜鸡 摊子一通速度后 三立品还少得可怜 我还在三十七呢 主要是来上一波经验 强作不论 这个杯怎么意思 第一波僵尸还没出现呢 这就第二波了 僵尸余猎在哪里啊 我连一个私营都没找到 哎呀白完了 看来副本又要放鸽子了 放鸽子也不是逃一回 咱们不如早点出去 还能节省一点时间 这回子功夫 说不定已经到达了新的城镇 我记得监狱地下室有宝箱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搜刮到 好吧 就这点东西 看来这个监狱副本不仅放鸽子 连宝箱也让人失望 这里的宝箱都是被我翻过的 剩下的宝箱里 只有一些基础的资源 确实没什么惊喜 那我们赶紧走吧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我好像看到了很多僵尸 监狱外面有几个捕猎宝 带着狂暴僵尸 杀掉他们也会获得很多经验 运气好的话 也许还有容易宝箱哦 确实如此 这几个财食也留给我 你们两个就不要过来了 继续向远方探索 寻找新的城镇吧 掉落满地的物资真是养眼 周围宝箱有时有 就是没几个 标记倒是捡了不少 我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座小小屋 要不你们来猜一下 这座小屋里面有幸存子还是宝箱 要不要来打个赌 赌赢了我再现发礼物 这个好 我先来 根据我的经验 一般来说小房子肯定没有宝箱 幸运的话会遇到幸存子吧 我赌小屋里有幸存子 那可不一定 卡在树上的半个小房子还有宝箱了 就算没有宝箱 木箱子总有的吧 我赌小小屋里面有宝箱 恭喜你们全部回答错误 四座海边小屋里面不仅什么都没有 而且还四处漏风 哎呀 可亏了呀 刚才只说赌赢了给你们发礼物 没说赌输了你们给我发礼物呀 一招四次 怎么感觉错失了一个亿 小师弟 你信大师兄做的什么都没有吗 我希望他遇见的小屋全部都没有宝箱 最富有的宝箱在我们即将途径的路上 小师弟 长得美就不要想得美了 不好意思 我遇到了一座漂亮的建筑 是先知最喜欢的墨房 哇哦 没想到世界末日了 还有墨房这种童话建筑 墨房四周有花海吗 有花海 而且是你最喜欢的君与草 遗憾的是已经被风沙埋没了 自动墨房的山叶是灵格样式 远远看去别聚一格 墨房里面不仅有一个星辰子 还有一个宝箱 宝箱里面有一只史诗集图图 还有五个容易宝箱 想要附还是要跑图 去寻找各式各样的建筑 搜刮末日的遗震 距离下一波失潮来袭 还剩八分钟 我们就不出门远行了 先回到基地整理一下背包 看看能不能凑起身体材料 给我的枪线升一级 好吧 那我就传送卷轴先走一步 呀 我这次传送到了什么贵地方了 小师弟 快用传送卷轴 有惊喜哦 见鬼 这是传到什么地方来了 这哪里是惊喜 这是惊吓好吧 怎么会传到这个位置 你忘记了吗 我们两个人使用卷轴的传送点 至始至终都是这里呀 只不过我们一直用的是 队友传送符 忘记了这个事情 跟上小飞手的尾气 我带你回家